慢点 过来吧 石七你就跟着我到这里来了 石七要等他们全部吃饱喝祖到山里面去了 他才敢去吃食物 别怕别怕以后我在这里 好胆小 全部就在这里了 这是带十二只小鸡那只母鸡 他小鸡都这么大了 基本上有一大半都是公鸡 你看这里 这几只应该全部都是公鸡 听说他一年能产300枚蛋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你看这么小的鸡他就欺负石七 难怪十七 晚上等他们都要进农了 才敢回来吃食物 才敢进农 这只母鸡等我到山里面回来再放 它是带十六只小鸡的那只母鸡 今天天气不错呀 今天把板栗拿出来晒一下 昨天收获了十几斤野生百粒 大伯拿了几斤回去 那剩下的还有几斤吧 就把它晒干 作为冬季的储备食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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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妹妹在家里 我要进山去了 今天这天气爽 今天温度也升起来了 小黄大伯在不在家 大伯应该是去山里面了 他说今天早一点去山里面 早一点虫菌来榨虫菌油 大伯在那前面 看他找到了多少 多少白白 金吧 还可以哦 加一堆也打多了 加一堆不脏了好几天的 他们都没拿得 嗯啊 这塞的广广的地方 有一斤多应该 哇也这么一桶了 放到碑楼里面 要不然在山里面我提着不好提 放到碑楼里面背起来 哇这里还专门弄了一个放粗粗的这个 这里钓了一个九月瓜 还没榨口啊 还没成熟 那上面应该有九月瓜树啊 果不然 就是那一根藤蔓 上面好几个九月瓜 大伯到那前面去了 每次进山都是和大伯分开着找山后 这样收获几率比较大一点 那上面有飞机的轰鸣身 应该这是一条航线 我是个慢性子 进山了之后 我就喜欢看到什么样的野果 我就不慌不忙的 就会慢慢的栽下来品尝 大伯的话做事啊 比较稍微急一点 所以每次采摘山后啊 那些都是它最多 特别是遇到这种我喜欢吃的野果 基本停不下来 看 这红彤彤的 这种成熟了啊 酸酸甜甜的 哇我都不想走了 这一地我还慢慢的吃 大伯刚才在那下面去了 他说发现好多九月瓜 他叫我下去 我这一路的吃九月瓜 吃过来的 我叫他自己吃 这里有一颗鹿菌 漂亮 一般有鹿菌的地方啊 这附近找一下 它都会有的 这里还有一颗 摘烂了 这儿有颗蝗蟲菌 这种不是蟲菌啊 看起来很像蟲菌 这种蟲菌是不能吃的 这种菌子不能吃 哇这些蓝无味子好漂亮 刚刚开始成熟啊 它基本上成熟一颗 你看就被鸟吃掉一颗 这个里面这一圈还可以 摘下来 这边的成熟也被吃掉了 这种蓝无味子大伯很喜欢吃 这种还没成熟的时候 它和其他野果不一样 其他野果还没成熟的话 它吃起来比较酸 这种的话 没熟透吃起来有一点苦 我试一下 有一点点微微的中草药的那种苦味 不过这种苦味我能接受 再等个四五天啊 全部红通通了 大伯吃的话 都是带子一起吃 汁水很多的啊 你看 这种还没成熟 轻轻的同样是汁水很多 它说熟透了 那你一捏开的话 那种水分啊 更多 今天发现的怎么都是蝗虫菌 这里还是 看 漂亮 刚才在地上捡了这么多酸子 都是自然成熟落下来的 成熟了之后 香甜 一点点微酸 我喜欢全部包到嘴里面当口香糖 让它慢慢融化 看着果热 就这样任性的包一口 水费很多啊 它在嘴里面 会一点一点慢慢的融化 一满口了 两边连加 哇 你看这红通通的一片 这都是高粱泡 还有那一树的猕猴桃 看 已经开始成熟了 成熟了 就成这种颜色 红通通的 酸酸甜甜的 没办法 我一进三 不管看到什么椰果 特别是这种 口感好的 我就停不下嘴 也有不少青的啊 它成熟了之后 它这个果实的话 就会稍微柔软一点 没成熟的话 但颜色还没红之外 比较硬 所以吃起来就口感酸 这种的话酸酸甜甜 哇 还有不少火鸡啊 火鸡也开始成熟了 这种不能吃的太多 吃的太多的话 胃肠不好的朋友 容易便秘 但是可以放心的吃 以前吃不饱饭啊 就是用它来熬粥 今天进三 都吃不停了 这种叫灰白毛梅 成熟了之后 都成这种乌红色 童树菌就早了这么几朵 椰果是肚子都快吃饱了 大伯也不知道到哪去 每次和它进三 都是和它分得很散 基本上一人一个山头 这里还有两朵 今天找的都是黄虫菌 乌丛菌都没找到了 你看 都是黄虫菌 哇 这里又掉了一个 这个已经成熟了 应该刚刚掉下来没多久 哇 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熟了耶 哇 这有一束甲米 漂亮吧 这种野果是可以吃的啊 花蹄在我们这边五六月份 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一点点的酸 略带一点甜味 这种已经熟透了啊 它这种酸大过甜味了 不过我就喜欢这样酸酸甜甜的 我就喜欢这样一口 哇 满口酸 我和大伯吃野果就这样 喜欢这样满口吃 我今天就去找野果去了 菌子之后采摘了这么一点 还都是一些蝗虫菌 大伯刚才在那下面 离我这里差不多一百多米 就在这里等一下它 有的朋友担心我 就是说担心大伯 就是说把它带到山里面来的安全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也考虑过 大伯他在山里面的行动能力 和我不相上下 有些方面他甚至强过我 当然了 对于山里这些生存技能啊 各方面他肯定是强过我的 我有很多地方还要向他学习 另外的话 大伯他没有什么那些慢性病 比如说糖尿病啊 高血压这些他都没有 所以虽然说七十多岁了啊 但是身体非常的好 如果遇到一些比较险要的地方啊 我就不会带他去 像这些地方啊 基本上没什么悬崖峭壁啊 就带他过来转转 哇 今天吃野果都吃饱了 这九月瓜 这几天基本上都吃了不少野果 反正我一进山都开启了狂吃模式 大伯他喜欢吃 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么吃货 九月瓜就是蓝兔子 那就在这里等大伯过来 然后就回去了 现在一点多了 哇 终于收获一朵雾丛君 漂亮 附近找 我知道肯定还有 一般他肯生的地方 他那一团找一下 基本上都会有 都断 一两斤 一两斤 可以 昨天不是冰箱里有吗 做法做法 可以 咋个一两斤油 等一等 得去捣得你的 也收获了这么大一盆 现在炸一点虫菌油 我好 差不多2斤吧 等油烧热烧热了 然后再把红菌放进去炸 油已经出烟子了 就说明可以到了 慢慢倒 然后就让它在里面慢慢的炸 就是把红菌的香味 味道炸到油里面去 这个需要用大火来炸 把红菌炸得差不多七成干 就是红菌很大一火 然后缩小了就可以了 然后油放了就把它灌起来 下次要泡面的时候 用它来泡面 下面是非常的好的 有红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然后从树菌的话 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已经炸干了 是从菌干了 然后可以冻到冰箱 冬天备用 冬天用它来下火锅了 是一绝 好 就让它慢慢炸 炸了差不多有七八分钟了 还需要炸十几分钟 一边炸一边这样搅拌一下 这个红菌它里面的香味 全部炸到油里面去了 今年红菌不怎么长 所以的话 今年炸的油也不会多 这点红菌油肯定不够 我一年到头 差不多用掉好几斤红菌油 这只有两斤 两斤左右吧 炸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了 有一点点缩水了 就是体积变小了 就是它里面的那些 汁水啊 那些全部炸到油里面去了 已经炸干了 可以了 把藤菌 搂出来 洗锅 你看 炸得很干了 然后这种菌子就把它 放到冰箱里面 到冬天的时候 就是很好地辅助食材 现在油里面都是浓浓的菌香味了 我之前炸的话 像这样炸了 我里面还要炸两次 就是重新再倒几斤 虫菌进去 炸干了 再倒几斤 虫菌 因为现在难走 所以就炸这么点 现在给它放了 放凉了之后 然后再装瓶 今天的食材有 青红椒 姜 蒜 猪肉 芹菜 蒜苔 土香菌 虫树菌 那我们今天咋必须啊 咋必须 姜 蒜 姜蒜是我们这边炒菜的标配啊 花椒 在山里面湿取重啊 多 这点花椒是好 青红椒 今天还好啊 没什么风 所以它火 四周这样没有蒜苔 蒜苔 今天又是一大盆菌子啊 这是土树菌 土香菌 哇 满满一大锅了 我之前以为 呃 这种柴火炒菜好吃啊 就是因为它的火 四周这样散开 后来有的朋友他说 就是因为有柴火 烟火的气息 所以它这个菜的话才好吃 呃 这个说的确实有道理 要不然铃屁的话 它同样是四周弄火 一大米家精彩嘛 芹菜是最后一步 之前我都弄错了 这是刚才拉过来建烤房的材料 呃像这个粗的啊 这么只应该是建瓶子用的 还有一车没拉过来 正准备说要吃饭 然后拉材料的师傅打电话过来 叫卸货 货一卸完大伯就直接回去了 饭也没吃 呃因为这里到我木屋那个地方 还有一段路要走 呃建烤房的具体时间的话 要先等国土局的工作人员过来 呃 涨凉地方 呃他说过几天就上来涨凉地方 然后手续下来了之后才开始建 来吃饭啊 过来 咪咪 这个米饭不好吃吗 呃这只 黑牛的话 它也不吃 奶粉泡的 猫娘 它也吃干娘 不过这只黑牛啊 一天到晚在外面抓虫子 呃就在这楼下面 现在这些 小虫子啊 是一天比一天吃啊 这个就给它当玩具了 嗯 已经坏了这个 都没用 就用过一次甩的鱼塘里面 现在都不亮了 天黑了 哇 哇 石漆又独自在那里 他必须要等天黑了他才敢进去 要不然进去找了有灯光 他们要欺负他 石漆 进去嘛 天黑了 进去进去进去啊 进去进去啊 可怜的石漆啊 看一下今天产蛋了没有 产了一枚 不错 这个窝被他整得有点像个窝了 整整齐齐的 哇 石漆的还不敢进去 休息了 石漆 我越看越让人心疼啊 这只石漆啊 我越看越让人心疼啊 休息了吗 啊 好好好别怕别怕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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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石漆 晚安 咪咪 你和你妹妹就有几天新鲜 现在又独自出来了 快点去陪你妹妹 你又凶我了小白 大华 现在起啊 晚上你没有你的命运 他们不去出去 知不知道 啊 小白你过来 我给你说句话 小白 你看你那个丑样 这只产蛋母鸡 今天又产了一枚蛋 这是他今天产的第五枚蛋了 而且他今天把窝整理的漂漂亮亮 应该是快要爆窝了啊 所以才有这种行为 不过也快入冬了 另外的话 大黄这几天 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 都有把大黄单独放进来 给他加餐 喂的是狗粮 其他三只狗的话 分为早中午晚三餐啊 很固定给他喂食 早上就很早了 中午的话都等我寻山回来 晚上的话就是关机之前 关机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评论区 就是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到大山里面采菌子 找野生粒子 然后很多朋友 都叫我帮他 带野生粒子 有的甚至是出高价 我不卖这些啊 昨天视频也说了 所以进行理解一下 虽然说卖这些能赚一点钱 但是我不想赚这些钱 所以大家相互理解一下 好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